道场里的大型念佛堂 是佛运输戒淫出击 而不是念佛求往生的地方 而真正念佛成就人往生的人 都是关起门来自己念佛的人 这个认知不知是否合适 因念佛堂一念佛机播放佛号 长期以来一直是同一个戒律 没有什么急缓强弱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感到很累很苦 念佛好几年的人 处聊念佛堂就像解放一样 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息 在这念佛堂佛号身影太高了 噪音级别都在八十分贝以上 长期处于这种高噪音压迫之下 精神紧张 身心难得清静 黄中昌居士独自身心 一个属于自己念佛堂的空间 并且照自己身心节律去念佛 所以才能真正成就 这些都是念佛人自己去考虑 自己去选择 念佛堂很多 哪一个念佛堂适合于自己 你能够深患喜心 对你身心确实的亲近 那就是你自己相应的道场 如果不相应的道场 你就离开 过人根性不相同 过人缘分不相同 这个一定要知道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